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半年 阿妻便有了身孕 这赵四也不例外 见爱妻有孕 便找到当地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 想给自己家里补上一挂 赵四奉上夫妻二人的生辰八字 先生看了阿妻的八字 说 夫人今年定生一子 但将来的时孕一般 赵四听后有些紧张 先生看后说 官人是大贵之命 但是时运不好 而且眼前有大难临头 若是避不过 很可能会伤及性命 赵四听后大惊 盲问道 听说有趋及避凶之法 我这能避过吗 先生说 照你命数 趁早远走百里之外的地方 便相安无事 赵四接着问 妻子也要与我一起去避难吗 先生说 这事可能因夫人而起 当然要带过去 一起避难 赵四回家后 将算命先生所说 详细地跟阿妻说了 阿妻一听 也是心下着盲 赵四说 应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万一真出事呢 到时候后悔就晚了 我俩带上两个仆人出去 闭上三个月 其他人在家守着家业 等过了这节 我们再回来便是 家里安排妥当之后 夫妻二人带上银两 便租了条船出发了 官人去何方 赵四说 还没打算呢 阿妻说 往东走吧 赵四问 为什么 阿妻说 难道一路向西不成 赵四不再言语 船家开船 一路无话 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 到了崇德交界 远远看见了有些乡下人家 走了多远了 船家回到 船行三十里了 赵四说 那就先到这儿吧 忙让管家上岸说 我看这个地方比较僻静 你去问问有没有房子可租住 我们租他一房 暂住三个月 快去问吧 管家正好碰到一位农夫 答道 空屋不少 只是这个刘吉为人有些厉害 我们这些村民都怕他三分 管家说 我住一个月 付他一个月的租金 难道还怕他吃人不成 农夫不语 这时正好 刘吉的管家经过 农夫指引 说租房子 找他就行 很快选中了一处房子 租金一月一两 价钱也比较合理 交割完毕 管家就去请赵四一家 阿七建了房子 也特别满意 就这样 一家人都住下了 二 此时已经入冬 赵四和阿七 在此也住得安稳 每日在此吟诗作对 早就把算命先生的话 抛在脑后 而刘吉也听管家说了此事 知道赵四是个宝学秀才 又得知他的妻子 阿七年轻貌美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在这个时候 搬到这里来住 正在疑惑的时候 一个叫广坤的小弟 过来找他 便问起何事 大凡是做这种小弟的 都是些见风使舵的种 听刘吉说了赵四家的事情 就禅笑道 别的不说 仅阿七这样貌美 以大哥的气质和身价 难道销售不成这样一个妇人 自古家人难得 如今送上门来 刘吉被广坤说忠心事 心痒痒道 这是该如何操作 广坤不是什么善类 惯使这些阴险手段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说 这事不难 他们现在如瓮中之憋 举目无亲 也无朋友 大哥有事 没事而请赵四到家 喝酒吟诗 我有心害他 他无意防我 找些油头 小则风流罪过 缠住身不让他回家 重则献他命案重罪 关进大牢 那时候 妻子无助 大哥在施以恩惠 哪有不成之理 想短交 做些风月事不难 想长处 把他丈夫弄死就死 刘吉说 妙计 妙计 有钱不花是王八 我这么多钱 不做些快活事 守着又有什么用 随后 便派人写了个帖子 请赵四过来问话 赵四听说 是房东找自己 不去 也说不过去 但阿七 还是提醒他小心 毕竟从未谋面 赵四很快到了刘府 见了刘吉 两人不免一番客套 广坤也在场 这刘吉不愧是当地的一霸 冠惠说场面话 几句话 就把赵四捧得直翘尾巴 最后邀请赵四边喝酒 边赏血 边吟湿 赵四喝了些酒 凭着自己的才气 刘吉和广坤都是拍手称号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只是傻子赵四一步步走入圈套 赵四回家后 对着阿七一顿吹嘘 说没什么大事 只是索我一些诗词画作 想送人情罢了 随后两人便歇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 老远看到阿七的姿色 更是动了心火 就直愣愣地闯进门 吓得阿七赶紧躲避 原来是刘吉亲自过来 请赵四写诗送人 拉着赵四就往自家走 待写完字后 又在广坤的忽悠下 喝起酒来 席间 刘吉细心端向赵四 终非落魄之人 而且妻子也是世间少有 如果此时吸了歪念 可能会是一段佳话 但无奈心中浴火难耐 最后却搭上了自己性命 三 此后 刘吉三天两头 请赵四喝酒 酒间也探得一些缘由 听说年终就要返家了 说 要加紧计划了 如果让他走脱了 这一番辛苦就白费了 广坤未做成此事 想了一会儿说 只要如此 必能做成此事 随后 刘吉就把赵四请到家里 还是老套路 先让赵四显摆一番 然后又开始喝酒 与往日大不相同 小碗换做大碗 劝来劝去 喝得赵四吐了又吐 很快便不省人事 广坤早已准备好了船只 把赵四抬到船上 趁夜摇到崇德 第二天一大早 刘吉就拿着广坤写好的状子 状告赵四喝酒行凶 其实这个伙计 半个月前是师族跌下楼摔死的 只是给他强安了个罪名 支线受理案件 派人到船上把赵四押到大堂 见赵四仍然酒醉不醒 心想 借酒行凶 这不稀奇 但昨日打死了人 为何现在还酒醉不醒 难道打死了人 再看赵四衣服 丝毫不乱 根本没有打斗的痕迹 太可疑了 只是支线事先收了刘吉的银子 便对刘吉说 你们先在外面等着 赵四收监 酒醒再审 随后支线就挂起些刻牌 各类案件 当日一概不受理 刘吉和广坤一看 广坤说 先让他在这待着吧 我们的意思本不是他 而是家里那位 刘吉听后 就带着广坤坐船回家了 谁知这日阿七肚子疼痛 家人赶紧到刘吉家 去找赵四 因为他们都去了重德 便也寻不着人 没办法 说赵四家妻子要生了 差人来找他丈夫 这个张氏三十六岁 一心向善 平时看不惯刘吉的胡作非为 只是每日烧香拜佛 其他事情一概不管 听说此事后 便说分娩大事 丈夫不在身边 这是生死之计 若有差池 张氏亲自带人去看阿七 顺便请了吻婆 一应事务安排妥当 就等阿七生产了 也幸亏张氏 阿七顺利生下一子 对张氏感激不尽 张氏临走时 又安排一个有经验的妇人 阿花留下照顾阿七 阿花倒也懂事 尽心尽力 听说阿七分娩 大事所望 所幸身体健康 广坤说 产妇身体虚弱 赵氏的事情 一定不能让她知道 一时悲愤弱死 那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只说别人 请赵氏出去游玩了 让她安心 好生伺候她 想必一段时日之后 刘吉虽说不爽 但觉得只能这样了 只是这阿七 还真得以为 丈夫出去玩了 只是心里有些埋怨 这么大的事情 却不在身边 且说阿花有个丈夫 叫玉田 嘴没个把门的 平时阿七对阿花不错 阿花回家念叨 还有闲心在外面游玩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玉田说 回不来了 阿花一惊 忙问怎么回事 玉田就实话实说了 而且告诉阿花 说明天 刘吉还要抢阿七过来呢 玉田自知说露了嘴 便叮嘱阿花千万 不可告诉外人 阿花心想 阿七一个女人 现在告诉她 恐怕也不记事 但是不说 刘吉明天用墙 这阿七肯定不会顺从 到时恐怕还要闹出人命 可惜这样一位好人 如何是好 阿花突然想起家主张氏向善 又十分怜爱阿七 张氏说 你快去告诉阿七 只说 刘吉明天要抢她一事 让她连夜坐船逃走 赵四入狱的事情 只字不提 免得她听后出什么意外 张氏又让阿花连夜去顾了支船 一切准备妥当 阿花 然后把事情告诉了阿七 阿七直呼命苦 只好依着张氏的意思 先回德卿再说 临走时 阿七对阿花说 我家公子回来 你不要实话实说 只说我身子不舒服 先自己回德卿了 以后再来感谢您和张氏 然后 阿七就顺利地连夜赶回德卿 四 广昆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只有张氏和阿花心里明白 看他们那猴急的样了 两人躲在屋里偷笑 留急心火不安 等不到天黑了 就先自己到赵四家中查看 只见门须掩着 推门而入 不见人影 入到内室 更是空无一人 转身出门 正好撞到广昆 说 不好 人跑了 广昆也是一惊 说 是谁走漏了消息 但问便 神边众人 皆说不知 刘吉特别苦闷 说 人跑了 这陷害赵四的事情 如何了结 这时正好县里来人催审 是没办成 还要打一场这么大的官司 广昆说 索性一不做 二不休 我在差人送些银子 把赵四害死在牢里 然后状告他妻子 以租房为名 到我钱财 到时少不得出来对质 那时我们在想计策 刘吉说 只能这样了 一是要把厅审拖上几天 二要要差人去牢里 结果了赵四的性命 且说 赵四 那天醉在牢里 直到傍晚酒尽才过 醒来后 竟不知自己已经被收监 大喊大叫 直至天明 早上 赵四见一御官 上去施礼道 敢问老先生 御官 见他尚不知自己摊上官司 一时也不好答话 就把他带到书房里 让他先自洗漱一番 又让家人送水送面 这女儿春香准备早饭 原来赵四酒醉 御官不怕他跑 就把他带到家里 说起这位御官 姓王明强 北京人 妻子早王 只生一女 名叫春香 二十岁 尚未婚嫁 因为异地做官 只好把女儿也带了过来 春香说 爹爹 这是个犯人 怎么如此带他 王强说 你有所不知 这是位有名的秀才 我刚才观察他 有贵相 而且尚未精神 是不是犯人还不一定呢 你听我的 三餐茶饭 不可怠慢 赵四收拾完后 还是云里雾里 对王强说 小生素媚平生 不知老丈尊姓大名 我又为何在此取扰 王强笑了笑说 我是本县玉官 都是喝酒闯下的祸事 赵四听后大惊 两腿不摇身先动 面皮不染色先青 半天才稳住自己 接着问道 我得罪了什么人 又是何人告发 王强取了壮指 给他看 这一看 身子一软 气倒在椅子上 春香赶紧递过一口姜汤 这刘吉与我交遣情深 经常请我喝酒 前日与门子广昆一起 把我灌得大醉 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怎么会打死人 他们为什么要害我 王强时说 这是需要支县审过 才能知道 赵四说 刘吉与支县交好 只要一审 王强说 他们若枉法 我们就去上面告他们 这事我替你出头 赵四谢过 然后说 我妻子快要分娩了 一人在家 实在放心不下 您能不能放我回去 王强说 人命关天的大罪 不能私放 赵四听完 空自流泪 你放心吧 自古牢狱之灾 只要命中犯着 一天也少做不了 当然 官司多一日不拘 少一日不吃 使你晦气 度完这节 就好了 赵四说 算命先生果然说得准 说我有大难 死也死的 过了百日才好 如今正在百日之内 王强说 算命先生说 你后来如何 赵四说 只要能避过此难 以后功名显达 但都是虚言 不可信的 王强说 现如今应验 后来也必应验 晚上 王强拿了铺盖 就与赵四边聊边睡 五 第二天一早 昨夜梦见 赵四坐在房里 突然头脸变一龙头 正害怕的时候 电闪雷鸣 赵四腾身一晃 变为一条青龙 就飞上天了 青龙尾巴一摆 把我也带上了天 我就吓醒了 王强说 不可多言 我自有打算 过了几天 两人在外面悄悄说了半天 又去女儿房里说了半天 进来之后 对赵四说 先生 这个刘吉是个豪恶 牢里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被他陷害进来的 你的事情 只因他看上了你的妻子 所以才设计害你 王强接着说 刚才 差人送来二十两银子 让我和狱卒 害你性命 不过你放心 你的妻子已经分娩 生下一个儿子 刘吉当天想去抢你妻子 不知让谁走漏了消息 你妻子已经逃走了 他们无可奈何 只能先谋害了你 就是想把你妻子弄到手 赵四听后 惊出一身冷汗 心中早已荒作一团 王强说 不如这样 我先给你做一定例 先挨过一段时间 然后再说你报病身亡 到时刘吉肯定不会来验身 那就便能有条活路 我还要和他商量一下 过了一会儿 狱卒和王强一起进来 开口道 放心吧 这是我们肯定能做到 想那刘吉作恶多端 估计也蹦得不了几天了 王老有救你之心 如果不想放你 这事也难办 看你相貌堂堂 日后肯定发达 年纪相当 我给你们做个媒 你娶她为妻 这样你就成了她的女婿 她也没有不救你的道理了 然后我们放你和春香走 带上你的正妻 一路进京 到王强老家去住 只待考取了功名 报仇不在话下 赵四说救命之恩 但婚事这是算了 我戴罪之人 怎么能担当得起 狱卒说 实不相瞒 只因春香做了一个急梦 我才再三说 故此应承 若不如此 我们就都不管了 赵四说 既如此 大恩不言谢 且说这古人 这古人办事不拖泥带水 过了几天 恰好知县回牙 王强先给赵四帝交了病程 过了二十天 王强又亲自向知县递交了绝成 知县看后说 果然死了 王强说 正是 知县问 有人领师吗 王强说 亲人有了 但没得到您的批准 知县说 领走吧 王强一到家 就说事不宜迟 连夜故传送走春香和赵四 临走时 王强送到船上 对赵四说 明年大科 贤婿千万不要错过了长期 我明年卸任 一家团聚 吩咐完 开船往德卿进发 六 天天盼着赵四回来 而他还根本不知道老公下狱的事情 只是以为他在外游玩呢 马上到除夕夜了 阿七还在一个人碍叹 互听家人来报 说赵四回来了 阿七一听老公回来 喜极而泣 赵四想想一路遭遇 差点命丧黄泉 然后向阿七说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一件件说得明白 而且特别介绍带回来的这位新娘子春香 对阿七说 这是我们大恩人的女儿 没有他们相救 恐怕命都已经没了 阿七一听 赶紧拜谢 说 既然是恩人之女 甘当二房 春香也是个懂事的女子 盲说 哪有这样的道理 不敢阅礼 赵四见二人谦让 说 你们二人贤惠温柔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醋意 互相以姐妹相称算了 赵四说 刘吉 为人狠毒 我们趁早收拾东西 随后 家人齐上阵 收拾前务行李 把所有金银细软 全部装箱 带上几个仆人和孩子 于大年初三 故传上路了 自古道 清酒红人面 才搏动人心 正在赵家庄乡下船之际 早就被一伙强盗盯上了 人颂外号 水里龙 有一身好水性 功夫更不在话下 只要他响截的船 没有办不成的 因此在这一带水路上 有客商厅的水里龙 直到失灾了 船行两日 刚过崇德 赵四代妻妾在船上闲聊 忽听船头有响动 见一个彪形大汉 以为是刘吉派过来的刺客 便深深作一道 请仓礼坐 这大汉正是水里龙 一见赵四是个四文书生 倒也不好意思拔刀了 赵四赶紧倒酒 水里龙只顾自己喝 喝到半饱之后 水里龙问 秀才 已盯你两日了 我今日不抢你的 前面也有人抢你 这大过年 你为什么急火火的北上呢 赵四一听 方知不是刘吉派的刺客 便从算命开始 一直说到往北京逃避 水里龙听后大怒 一拍桌子 说刘吉小儿 着实可恨 必要他性命 然后起身 一拱手 打扰 我去了 赵四一把扯住说 壮士 你方才有意 现在却空手而去 岂不怪我 前路性命难保 可怜我夫妻都是含冤复屈之人 不如你把我财物取了 给我们留个记号 水文龙说 差点忘记了 随后盲取纸笔画了一条出水青龙 说 你把它贴在头舱门上 白天便没事了 如夜间看不见 你就说水里龙贴在舱门上的 他们自然就不会来了 水里龙说完便跳下水 没几下变上了案 吓死人了 真要遇到歹人 这番性命就留在此地了 话说 三月间到了北京 安排好家事之后 赵四专心读书 秋为时考得九十一名 会试时 中了三甲进士 立不任用时 赵四被任命为镇江府 丹阳之县 赵四带了家人 一路欢喜赴任 赵四心想 这一年多 有同窗到浙江作巡案 估计刘吉之刘 早就被正法了 广坤也该活活打死 只是张氏和阿花的恩情 一定要报 还有当年那个狱卒 也要一并报答 七 到任之后 赵四便展开工作 乃是杀人强盗去年八月 在杨子江上杀人 当时被官兵抓获 送到本县 尚未审结 赵四随即提审 强盗跪在地上 赵四问话 你叫什么 人是你杀的吗 强盗说 小人亡历 确实是小人所杀 赵四说 可有同党 只我一人 那天杀人时不为劫财 赵四问 那是为何 强盗说 去年正月初五 小人在江上 想打劫一位秀才 当时可怜他是书生 而且是满腹冤屈 细宿小人之道 当时心里 就想为秀才出口气 除去一方恶霸 带到杨子江上 财下的手 赵四问 仇人是谁 强盗说 仇人留急 住在崇德乡间 赵四其实早已明白了 但大堂上 不可能与强盗相认 故意问道 你可有魂名 强盗说 人送魂名 水里龙 赵四说 为人报仇 又不劫财 又无对证 而且一人怎为强盗 赵四接着说 你可知当日 那秀才是谁 当时留急 可有人相伴 强盗说 当时走得急 忘记问秀才的名字了 刘吉倒是有个伴随 见我们上船 自己先跳船了 是死是活 不知道 既然证据不清 先带下去吧 回到家里 赵四跟家人说了水里龙报仇之事 家人说 既然是恩人 快快放了吧 但赵四自由主义 恐怕现在放他 被上司怀疑自己 迅思纵道 过了一个月 赵四再次提审 对水里龙说 我已经这人查访 果然有仇人留急 只是还有个从犯广昆 不知下场如何 水里龙说 当日为了替秀才报仇 我早就着手安排 广昆已经被我同伙 二月间就杀死了 不瞒您说 九月间 乡人听说 刘吉死了 家产被一哄而抢 只是他的妻子张氏 没有去处 到一处尼姑安出家了 赵四说 我听说 刘吉是当地一霸 作恶多端 你为民除害 是个好人 但放了你 又怕你再做强盗 上司反怪罪我 私自纵道 你若指添为事 我今天就放了你 欣喜说 小人万万不敢辜负老爷释放之恩 终生再也不做强盗 八 后来之事就比较简单了 赵四派人找到张氏和阿花一家 把他们接到丹阳一起居住 再去寻找当年狱族 已经去世 只留有一子 世卫报恩 后夜 赵四也是一种高升 先升为户部主事 后任兵部侍郎 而当年的水里龙王历 也成了松江府的把总 一次相遇 赵四也与水里龙相认 尽说前世 一罪方休 因为水里龙行侠仗义 颇有才干 竟然生至总官总兵 阿七所生之子 后来中了尽是 春香后生梁子 也是聚登高地 而玉官王强 年寿九十而终 古人说万般由命不由人 金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民间故事扬善成恶 自是正题 至于算命占卜 人生在世 短短不过百年 行善是一生 作恶也是一生 何不多行善事 落得个心怀坦大 说这留极广昆之流 见色起义 作恶多端 最终落得个身手益处 家财散尽 赵四官人一心读书 专取功名 立志报国 也算福报 实以援手 才有后来的福寿之权 水里龙升为强盗 自不当夸 但侠干一胆 浪子回头 最后也是为国效忠 可喜可贺 所以说 世间之事 默契苍天 无论干什么 都要心正行直 不忘初心 这样才能小家兴旺发达 写此故事 只为诚恶扬善 宣扬正义 与封建迷信无关 全作看官一乐 请勿对号入座 宋朝时 习州有个名叫李峰的小伙 十八岁拜了个师父学 二皮将 奈何他本人生性善良 干不了此营生 故两年后便辞别师父 不算出师 而是不再干这一行 什么是二皮将呢 过去 行众行者称柜子手 将犯人脑袋砍下 家里人便会找人缝合 干此营生的人 便被叫做二皮将 此活要夜间去干 胆子虚大 且要心硬如铁 而且在奉时 需要长时间闭气 李峰实在 无法适应如此的生活 便跑回家中 李家贫困 李父原本是想给儿子 找个吃饭的门路 可不曾想他根本干不了 更让李父 万万没料到的是 儿子学二皮将不成 还耽误了娶媳妇 原本家中 条件就不好 别人一听 他拜师学过二皮将 都会马上摇头拒绝 人活一世 得有个安身立命的根本 任何人都需要 有个吃饭的门路 李峰虽然拒绝了 干二皮将 但他跟师父两年 还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他能长时间避气 另外还学了一些 稀奇古怪的方子 世人多不得闻 用的东西也稀奇古怪 李峰很少使用 但用则必忠 每每为人看好顽疾 父母见他有此等本事 就想着让他打出名头 可他又拒绝了 按照他的说法 这些方子太过奇怪 他能不用就不用 二十五岁上没娶妻 如果能用此赚来钱财 娶上媳妇不好吗 为什么不用呢 他的所作所为 让父母无法理解 特别是父亲 每每被他气得破口大骂 他知道 父亲是为自己好 也不反驳 他越是不反驳 父亲便越是生气 虽说不至于兵炭不同气 寒暑不坚实 但能不碰面就不碰面 眼见自己在家中 会导致不怒 李峰想了个主意 自己出去游历 反正家中无妻 父母尚见 自己不在家也没事 在家反而会惹 他们生气 还不如躲出去 故 他经常外出 多则半年 少则两三个月 方才回家一次 父母极为无奈 最后只好随着他去 就当没有这个儿子 这一年春天 他再一次出发而去 这次是进山 以往他外出 多走些平坦大道 但思来想去无趣 有人会觉得奇怪 他年纪轻轻 却不是生产 天天在外面跑 干什么呢 小伙子没干坏事 反而做了不少好事 比如他会帮一些 孤寡老人干活 遇到一些老人伤痛 他也会尽量 用不太偏的方子 为人诊治 如此下去 此次进山 这次进山 也有是一些草的目的 他外出不带太多东西 主要是怕陆遇强人 如果身上带有值钱 东西反而会危险 身后背个背篓 装些衣物 便是他的全部行李 轻装减刑 倒也一直平安无事 但这世间 有太多意外之事 已经极有经验 可这一次 还是遭遇了危险 山中不比平路 有时候 是阳长小道 有时候 干脆没路 假如迷失深山 则会更加麻烦 他也明白这个道理 尽量捡一些 被踩出的道路行走 不至于被困 可这次 他想试草 当爬上半山腰时 脚下一滑 失去平衡 整个人向下滚落 重重跌倒在山谷之中 头晕脑胀之际 竟昏死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悠悠醒来 只觉头疼欲裂 尚没睁眼 就听到雨声入耳 瓢泼大雨正在下 但他身上没湿 睁眼一看 他处在一间 依山而挖的山洞中 洞中亮着一盏昏暗的油灯 洞壁有黑 靠着里侧地上 放着一堆树枝 树枝上 还铺了一些东西 显然是此洞主人 睡觉休息的地方 环是一周 洞中此时 只有他一个人 在昏死过后 被人就进了洞中 他暗自庆幸 假如没被人救起 万一被山中猛兽遇到 自己只怕会凶多吉少 就算没有猛兽 如此大雨 如果没有此壁与山洞 怕也是会将自己 淋出毛病 得好好感谢一下 救命恩人 他扶着尚在 疼痛的脑袋 站了起来 想到洞口看看 不料刚到洞口 就和一个人撞在一起 近来之人 发出一声惊呼 他赶紧后退 因为他凭着声音 听出对方是个女子 女子进洞后 他方才有空仔细打量 女子穿着得体 脸上蒙着一块白纱 看不到样子 李峰暗暗奇怪 看着女子像个姑娘 却为何会独自一人 住在这种山洞中 她没有家吗 她心中好奇 对着姑娘失衣了礼 再下李峰 多谢姑娘搭救 姑娘显得有些拘谨 却并没有说话 姑娘两手白皙 不像个受苦之人 姑娘也不说话 刚才衣服淋湿 她熟练堆起一些柴 点燃后 坐在火边烤衣服 火堆上方 有个有蜿蜒的洞 把洞中之烟排出大半 倒也不呛人 李峰心中十分好奇 她有些尴尬坐下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一直过了半个时辰 姑娘突然说道 外面有雨 不方便走 等雨停 先生便离开吧 人家姑娘一个人独自居住在山洞中 自己一个男人在此 确实多有不便 李峰赶紧点头说道 在此借宿一夜 等到天亮雨停便离开 不会给姑娘惹上麻烦 听她所说 姑娘点头表示同意 又默默煮了些菜粥 让李峰喝掉暖身 两人哭作一夜 到天亮时雨是稍小 李峰心中暗暗发愁 有心在此处等雨停 思来想去 心意横站起欲走 姑娘也不挽留 可她刚到洞口便愣住了 洞外不远处 有几个人正气势汹汹而来 这几个人看到洞口站 碰上的李峰 他们也有些吃惊 片刻后 有人破口大骂着回转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这是几个小伙子 歪头打量李峰 嘴里阴阳怪气说道 程小姐这是养了个人在洞中 这灾星是想害人 李峰听得直重眉 这几个出言不逊 简直是岂有此理 洞中姑娘听到外面的喊叫声出来 身体也在颤抖 显然是气坏了 哟 程小姐生气了 你怎么不把面纱摘下 让这想占便宜的男人看看 还有没有兴趣 李峰再也忍不住了 他对着这几人说道 你们是谁 为何要对一个姑娘冷嘲热讽 是这位姑娘出手搭救 下雨不便离开 此时正要走 几个人根本不听她的 严肃看着姑娘说道 程小姐 非是我们无情 昨夜的雨你也看到了 这都是你带来的灾祸 你要么远离这里 要么就吊死 更不要给大家带来灾难 姑娘低头 眼中有泪滴落 李峰听得莫名其妙 这些人为何要说姑娘是个灾星 昨夜下雨 怎么会跟姑娘有关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些人为何如此愚昧 他正欲说话 一个小伙子突然奔跑而来 他扯得突然 姑娘猝不及防愣在了当场 李峰一看便大吃一惊 姑娘额头白皙 眼睛漂亮 只是从鼻子下到嘴四周 都已经烂掉 片片红色斑点 破后便流出黄水 显得极为丑陋吓人 姑娘反应过来 尖叫一声 几个小伙子则哈哈大笑 扯掉姑娘面纱的小伙子 洋洋得意看着李峰 怎么样 还有兴趣跟他共处一栋吗 哈哈哈哈 李峰听得皱眉时 远处又来了几个人 为首的是个中年人 看穿衣打扮还挺富有 到了此处 京儿 你 你怎么还没有离开 成员外 他离不开了 昨夜大雨你也看到了 他要为此付出代价 留着也会传给别人 不如让他一死来得痛快 中年人唉声叹气 却并没有拒绝 李峰虽然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这姑娘不知道 为何导致面目溃烂 故而被赶到山上 独自居住 这些小伙子 应该都是村中之人 他们觉得昨晚大雨 是这姑娘引来 加上姑娘怪疾缠身 他们认为姑娘带来的灾祸 想让这姑娘死 只是 这中年人又是谁 姑娘却松开了五脸的手 看着中年人冷静说道 叔父是同意了他们所说 李峰震惊地瞠目结舌 继而明白过来 这些小伙子叫姑娘成小姐 叫中年人成员外 原来姑娘是此人侄女 京儿被折磨几年 每日里也是痛苦 不如不如 成员外喃喃说着话 虽然没有说明白 但李峰和姑娘全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成小姐心灰意冷 两眼中有泪 脸上却在笑 好 好 既然叔父为难 他说完就欲转身 进洞 几个小伙脸上露出 猙獰的神色 李峰却拦在了洞口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几个小伙子听后 非常生气 这个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竟然敢阻拦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们欲要对李峰动手 他跟着师父学 二皮匠时学了拳脚 加上这几年经常游历 练出了强壮的身体 寻常人三五个根本进不了身 几个便将小伙子们打倒在地 他盯着成员外大吼 洞里是你侄女 你竟然想眼睁睁看着他死 你真是疯了 有什么罪 在下知道一些方子 可以帮他 几个小伙子爬起来还欲在上 成员外喝止了他们 看着李峰说道 你真能救金儿 要如何救 李峰刚才看到了姑娘脸上那些溃烂之处 溃烂是星星点点的疙瘩斑点导致 有些人皮肤娇嫩 受风薅后便会染上 只是 他也仅仅是听师父说过 而且师父所说的制法特别无稽 他从来没有用过 此时情况危急 他也顾不上许多 告诉成员外 赶快牵一头羊来 另外还需要一些麻油 可还是忙不迭 点头答应 李峰也看出来了 成员外对成金儿 有万般不舍 毕竟是他的侄女 但又恐惧他脸上这些溃烂 左右纠结 此时听自己能让他好起来 自然会同意 看众人离开 李峰蹲在洞口沉默 怪不得他让自己天亮就离开 原来他是觉得自己丑陋 同时也怕那些小伙子会对自己不利 这姑娘心地善良 要不然怎么会就自己回来 她自己过的什么生活 却还看不得别人可怜 如此心地善良的姑娘 不该受此对待 把原因细细说给我听 兴许能好起来 成金儿被此纠缠多年 早就放弃了好起来的心思 多少次他都想一死了之 此时也认为他是在安慰自己 不过他心中有冤屈 既然问 便意图为快 原来 他原本面容娇好 幼年时 父母双亡 一直随叔父生活 十八岁 十八岁 叔父做主给他定了亲事 在出嫁前 他外出踏青 回来后下巴上就莫名其妙 出现了这些东西 齐养男人 反反复复 一直好不起来 为此 南方家退了婚室 他也再没有嫁出去 这两年更加厉害 村里人怕别人也会患上 所以就把他赶到了山上 叔父先是不同意 可嫁不住 人们一直要求 他只能独自住在这洞中 李峰听得暗暗可怜 如此一个姑娘家 独自住在山上洞中 他不害怕吗 他不孤独吗 不过 金儿所说 和师父当年所说 差不多 兴许能好起来 没过多久 城园外便让人送来了 公羊和麻油 但送的人 马上就又离开 一刻也不想在此多停留 金儿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事实上 连李峰也暗自忐忑 只见他将公羊下巴上的胡子 揪下来一些 然后放在一块石头上 用火烧成灰 接着将磨油道上 搅拌成糊状 又均匀涂抹在 金儿下巴上 此法须几日 我也不会离开 就在此等候 金儿被这些奇怪的味道 熏得直欲呕吐 到了第三天 金儿脸上开始结巴 第五天 这些结成的巴脱落 露出了里面娇嫩皮肤 李峰乐地在原地转了几圈 金儿抚摸着自己的脸 不敢相信看着他 继而嚎啕大哭 他哭这几年所受的委屈 哭这几年所受的恐惧 李峰才看出他有多漂亮 肤若宁之 娇俏可人 如此一个姑娘 成员外 怎么能忍心 让他一个人独居山上 好起来的成金儿 再不用住在山上 连同李峰 都被欢天喜地的 成员外接回家中 大家都震惊了 竟将金儿变回原本模样 李峰对这些人的疑问 笑而不答 姑娘好起来 自己也快要离开了 此法纯属偶然 保险起见 他不会告诉这些人 成员外 让侄女独居山上 也是没有办法 此时侄女好了起来 成员外大摆宴席 也为了弥补 这几年对侄女的亏欠 可是成金儿 并没有高兴起来 这几年对他的创伤太大了 当他毫无办法 被人赶上山时 叔父没有坚决阻拦 这伤透了他的心 虽然此时好了起来 但他想要远离这里 怎么样 才能离开这里 随着救了自己的李峰离开 成金儿心中 暗暗打定了主意 所以他没让李峰马上走 而是问他有没有婚配 李峰面红耳赤 他已经二十五岁 却还没有婚配 有些对不起父母 是因为人家此前 有顽疾在身 如果没有 以他的相貌 肯定会求者云集 见他摇头 成金儿点头 但又不说 为什么点头 搞得李峰莫名其妙 果然不出李峰所料 闻听成金儿好了起来 马上就有媒婆上门 让人惊掉下巴的是 成员外竟然想要同意 要知道对方几年前退婚 然后又娶了别人 成金儿再嫁过去便是作小 成员外竟然想要答应 李峰同样吃惊 不明白成员外心中所想 按道理说 被人退婚是件丢人之事 哪里有金儿好起来 对方再来求救答应的道理 而且对方已经有了正妻 成金儿漂亮可人 却要过去做小 其实成员外也有她的苦衷 不管怎么说 成金儿只是侄女 而她和对方家里多有生意来往 不答应 这就是她答应的理由 她答应了 成金儿不答应 她要嫁给李峰 她要随李峰离开这里 成员外和李峰 听到她的话都惊呆了 李峰有些不知所措 之前成金儿问她可曾婚配 她还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算是明白了 成员外震惊过后 就苦口婆心劝成金儿 李峰救了她是不错 但看她一个人游历 且不起马不骑骡子 连头驴也没有 说明家境贫困 如果嫁给她 就等着受罪去吧 而人家家里呢 富裕非常 嫁过去就是享福 可以送给她一些钱财 但实在没必要以身相许 成金儿看着成员外的眼睛叹了口气 叔父并不知道 金儿因何要嫁给此人 这几年金儿过的是非人的日子 一个人住在山上 金儿害怕 可是害怕能去找谁 叔父没有阻拦 他们认为金儿带来了灾祸 叔父反而认为是种解脱 所以金儿讨厌这里 想要远离这里 成员外脸上清一阵白一阵 他听明白了 金儿这是在埋怨他 他在这件事上的确有私心 不该放弃金儿 可是 恼羞成怒的他要另做安排 非是叔父想要贪图人家钱财 而是叔父担心 你随他远嫁后会受欺负 你如果坚持 叔父也同意 但咱们明天再说此事 你看可好 成金儿看李峰 李峰赶紧点头表示同意 见他点头答应 等李峰走后 成员外又叫来儿子 跟他悄悄说了几句话后 儿子转身而去 成金儿隐约感觉叔父 还有安排 但又不知道适合安排 可李峰根本不惧 安慰了成金儿几句后 自己便进入房间休息 成金儿想得没错 事出仓促 他借口要考虑一夜 实际上他做了别的安排 三更天时 正在房间中 沉睡的李峰被惊醒 只听外面 传出一阵拍门声 他起床打开门 成员外拉住他手 焦急说道 糟糕了 金儿被人带走了 李峰大吃一惊 成员外带着哭腔说 虽然金儿已经好了起来 可是村中那些小伙子 害怕他会再复发 故趁着夜色将他带走 要将他沉河 李峰大为焦急 赶紧随着成员外出去 不料刚到河边 草丛中突然窜出几人 接着便将他投入河中 扬长而去 短暂的慌乱后 李峰明白了 这是成员外的遗迹 石头沉重 但河水并不深 将将淹不住他的嘴 如果他不挣扎 那么便不会被淹死 等到天亮 成金儿可能都已经 嫁给别人了 那么便需要沉入河底 寻长人的避弃时间 根本无法成功做到 成员外并没有天良丧尽 至少没想到杀人 但成员外并不知道 他避弃时间极长 这是以前跟着师父时 苦练出来的 他沉在河底将绳子 挣脱后扶上岸 成员外说 不图人家钱财 可为了让金儿 嫁给对方 竟对自己使出如此方法 他不仁 休怪自己不义 想到这里 他从河边向村里奔 趁着夜色进入成员外家 却发现成金儿房间中亮着灯 里面还传出说话声音 见成员外正在跟成金儿说话 成金儿一脸惊喜和诧异 叔父要为金儿和李峰举办婚事 可为何如此仓促 李峰陷在何处 成员外叹了口气 李峰此时已经被叔父带到了别处 他会从那边来娶你 带到完婚后 你们爱干什么便干什么 爱去哪里便去哪里 成金儿眼睛中有了泪 对着成员外连连道谢 成员外也是双眼含泪 让他换上喜福准备着上轿嫁人 他说完便出了门 成金儿则关上门准备换喜福 明白了成员外所为 他把自己绑在河里无法出来 然后又骗成金儿说安排了婚事 实际上他是让别人来娶成金儿 但是对方不露面 近来一帮人抬着轿子 将成金儿接到轿上抬去 成金儿以为嫁的是自己 还是他自己乖乖上的轿 等到了地方 他再反悔可就晚了 而到了明天天亮 成员外再将自己放了 可那时候成金儿已经嫁过人 他的目的完全达到 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想通其中关节 李峰不再犹豫 里面的成金儿吓了一跳 不是要成婚吗 他干嘛从窗户跳了进来 身上还是露露的是怎么回事 李峰将自己遭遇和成员外之际 告诉了他 成金儿气得翘脸通红 你可相信我 你愿意随我走吗 听李峰如此问 李峰对他说了几句 成金儿点头答应 两人开始行动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 外面传出脚步声 成员外在外面 轻唤着成金儿 并且打开了门 成金儿蒙着盖头 坐在床边 随着人走出 并且上了轿子 对方抬着轿子 急匆匆赶路 让他先进入新房 等着对方接盖头和饮和紧酒 独自一人 在屋内的成金儿将盖头取下 虽然穿着喜服 但人却是李峰 他将盖头扔在床上 把后窗打开 就跳了出去 在叫上时 暗暗记下了路 原路返回后直奔山上 成金儿正在此等候 原来李峰给他们来了个替换 他穿上了成金儿的喜服 随着对方上轿 大家都混乱时 成金儿则逃离成家 在此地等候他来 两人碰面 再不敢停留 一路向山外而去 至于后面会发生什么 经过几日夜的奔波 两人出山 李峰多次外出游历 但此次游历 却带回来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这让家中父母惊喜和不解 也让别人茫然 李峰也不解释 只说这是自己在外面索取娇妻 从此 李峰家中生活不是太好 但成金儿从来没有嫌弃 而李峰也凭着之前学 成为一个郎中 和成金儿一生恩爱 直到终老 终其一生 成金儿再没有进山 没有再去叔父家 而他们二人 也从来没有跟人提过 为何会结识 那是最可怕的回忆 所幸的是他遇到了李峰 救了出水火 并且有了后半生的幸福生活 诸位 成金儿的前半生尽是不幸 他自小父母双亡 不得不寄养在叔父家中 人漂亮 还心思敏感细腻 原本他会嫁给别人 可不幸的是 竟染上了怪疾 导致他嫁人不成被退婚 退婚尚且不说 还被人赶到山上居住 一个供养家 独自住在深山中 还要承受怪疾的折磨 他的无助和痛苦 别人无法想象 就在别人欲要让他一死了之时 李峰救了他 而他要以身相许来回报 这种回报 受到了叔父的阻拦 并且设下纪来骗他们二人 还差点成功 幸好李峰有绝技在身 二人成功逃脱 才有了后面的幸福生活 以前有多不幸 后面便有多幸福 这也是他幸福的原因 其实成员外并不是个大恶人 要不然他会将李峰灭口 这样一了百了 他没有这样干 只是想将他暂时禁锢 只要成精而嫁人成功 他便会放了李峰 但是他的贪婪和自私也是真的 因为自私 因为贪婪 他想让成精而嫁给一个不想嫁的人 最终 他的目的没有达到 想来 对方在进入洞房后发现空无一人 也不会跟他善罢甘休 但那些都是他自找的 怪不得别人 李峰去学二皮嫁 同时学会了一些方子和避器 二皮将没有干成 可方子救了成精儿的命 避器救了他自己 民间说意多不压身 他知所学 终究没有白费 您觉得呢 我们的感觉 祝福 我们的感觉 感觉 并没有